陳啟珍過去交往的對象 以及工作夥伴鍾成虎 日前在臉書指控陳啟珍多項不當行為 包括半夜發簡訊霸凌同事 不斷提出有別於業界常規的奇怪要求 痛批對方在外是和善公主 但憤怒情緒都是她和同事在承受 對此音樂人陳君豪13日發文力挺陳啟珍 她以幽默貼文點出陳啟珍6個黑話事實 包括雙方第一次在錄音室認識時 陳啟珍點了一堆東西給大家吃 她陸續有其他合作 她漸漸發現女神崩解 其實是個愛講無聊垃圾話的女孩 接著她發現女神持續黑話 因為每次錄音都點一堆炸雞 然後自己只啃一隻 其他我跟同事就會吃光 懷疑對方想餵胖身邊的人已享受自己 她也提到女神常常手機不見或壞掉 而且對於有些事 大概跟她養的貓差不多聰明而已 她最後恭喜陳啟珍卸下女神職位 直言陳啟珍與前同事之間 有太多事是外人無法理解的 徐佳穎後來也在IG限時動態轉發這則貼文 表達對好友陳啟珍力挺與支持